第八百二十五集 在几乎能把他点燃的灼热目光注视之下 龙云恍若不觉 稳稳地行大离说道 弟子何特何能 恩师厚爱至此 说着他猛然抬起头 眼中尽是坚定 弟子当传恩师法统 不令断绝 若为此事 神魂俱灭 张凡文言点了点头 一般的挥手而出 两道流光落于龙云身前 一为冠冕 高谷尊贵 有王者霸气 无上威严 待之于顶 若头顶上天 自有天道垂青 及万民愿力 东皇冠 二为丹顶 行至古朴 气息浑然而有久变 上课名文若干 若含丹道至理 不曾开炉 自有药香远播 九转乾坤顶 东皇冠 也是昔日张凡 夺自师妻道人的 妖皇冠面 经他多年佩戴 以太阳金燕断烧 更显王道正大 善及万民愿力 为正道之宝 更是东皇一脉 传承的信物 九转乾坤顶 乃是张凡少年时 得自海外师中天的 丹道无上至宝 内有九转丹法 为至高的丹道密法 张凡能有今日成就 其功莫大严 东皇冠字不用说了 其是张凡妖皇之道 与万家灯火之道的 大成体现 功房一体 可对敌 可修炼 可仗之 勿出大道 见得此宝被张凡赏赐 给龙云之后 一旁的诗器道人 嘴角便抽出个不停 仿佛挖出了 自己的肉一般 那个心疼 无法严肃 只是此宝 乃是张凡硬生生地 从他手上夺去的 那是货真价实的战利品 诗器道人 这个原主人 也说不出什么 只能在心中自我安慰 咱诗器当年也带过的冠冕 今日成为东皇的传承见证 也算是不错了 与诗器道人一般 嘴角抽搐的 还有那书通 一箭九转乾坤顶 书通就险些 把眼珠子瞪出来 这等宝物 正是他这样的 单道中人梦寐以求的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当年张凡见龙云 对单道感兴趣的时候 所说的 会将注一臂之力 是什么意思了 这何止是一臂之力 简直是滔天俱力 有着九转乾坤顶在 再加上龙云的单道天赋 书通 几可以遇见 其超过自己的一天了 弟子 拜谢恩师厚赐 龙云再行大礼 此后才真而重之地 将两宝收起 以其稳重 心中还是忍不住击倒 东皇冠咱且不论 这是道统传承之见证 非寻常宝物所能比拟 那九转乾坤顶 却是对龙云帮助之大 简直不可想象 他天生禀赋不足 本来大道无望的 在张凡的教导下 如今已是元英大成 再有着九转乾坤顶相助 那天生的资质 再也不能成为其大道的阻碍了 自此长生有望 大道可期 让龙云如何不激动 不能抑制 九转乾坤顶 尚缺一顶心 可谓不全 若能寻得顶心 此宝微能 尤能增得十倍 为师多年来 诸事繁多 无暇寻觅 今日即把此宝传于你 这个任务 也同样交托于你 务必寻得顶心 让这九转乾坤顶 成我东皇一脉的至宝 张凡传音于龙云之后 目光再转 宁于爱女幽幽的身上 幽幽和龙云 龙儿一样 贵福余地 却不像他们这般老实 时不时偷瞄上两眼 仿佛在看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一般 张凡的脸上 也不由地浮现出 一抹温和的微笑 今日之悠悠 酷似昔日之息弱 一样的妖女风范 让人头疼 同时又爱上人了 悠悠 你为我女 无怨你一生 快乐安康 说出此话的时候 张凡不是名阳语内的东皇 而是一个心有亏欠的父亲 一样是两道流光 飞至幽幽的面前 一 为金光璀璨 火焰有灵 通体灵雨成善 每一片雨面 都如纯金铸就 金燕善 二 为一节半透明的衣袖 呈淡淡土黄之色 其中 因有乾坤流转 若大地承在 大地乾坤秀 金燕善 取材自真正的金屋灵雨 急而成善 其上凝聚了张凡对大日金屋的理解 对太阳金燕的感悟 乃是功法至宝 大地乾坤秀 为大地胎一 和先天一气原胎和二为一 本就是上古其真级别的至宝 守护时若大地为平 牢不可破 这昔日张凡功法两大至宝 都传承给了自家爱女 正如他所说的 愿其快乐安康 谢谢爹爹 谢谢师父 悠悠开心地笑着 将两件至宝收起 不住地把玩了起来 徐成 你为我第四徒 性坚毅 而百折不挠 仅赐你为师 昔日随身宝物 望你借交借造 不屑不代 张凡目视着这个 本在意料之外的弟子 一时心生感慨 徐成不过是他当年 一探十万大山之时 偶然所旧 其资质根骨 并无可取之处 也并没有太多出奇的地方 后收其为记名弟子 也是为了报偿 他压制修为多年 入得无悔谷中 替张凡探查事情罢了 可不曾想 竟是百折不挠 在条件不过如此的情况下 硬生生修炼了下来 更是借着张凡讲道的机缘 一举突破了桎梏 如此这般只能说 这徐成天定地 和张凡有师徒之缘 故而收之 心中诸般念头闪过 但并不妨碍张凡的动作 不过念头一闪 一截如小树苗一般 又似珊瑚雕成的金红树枝飞出 插在徐成的面前 九要七日 此乃截取自扶桑树上的一枝 后经张凡 祭练培养 后经金屋法相 以及扶桑树本体培元 其微能 更胜过昔日张凡 仗之横行地下之时 弟子 拜谢恩师厚赐 徐成腐败于地 激动莫名 急欲涕零 张凡的前三位弟子 都是一人两件至宝 道德徐成只剩下一件 他却没有半点怨对之心 更没有丝毫的失落之感 反而充斥着浓浓的狂喜之情 人有亲疏之别 张凡的三大弟子 与其关系紧密 多年培养 自非其余弟子所能比较的 别说师徒了 就是父子 往往又同习又子 独爱妖儿的 实在是人之常情 徐成本就是亲败入门 压根就没指望 能得张凡至宝 现在能够得到恩师 随身多年 仗之横行一方的九要七日 已经是意外之喜 又岂敢多想了 他的心思自然瞒不过人 张凡点了点头 旋即 牧师东皇宫中百万群仙 似是回忆着什么 又似是寻找着什么 这才四人 还有三个 东皇宫中 没有一点的声音 但绝大多数的人心中 却似沸腾了一般 一跃龙门的机会 终于来了 好半场 就在无数人剧烈心跳 汇聚而成的响动 愈发明显和一致的时候 张凡缓缓开口 灵儿 你出来吧 灵儿是谁 难道 东皇 还有第五个弟子 无数的失落和猜测当中 两个美丽的女子 从人群中走出 见得这两个女子 所有人 无不眼前一亮的感觉 若非此前不是张凡开奖 大道 就是巅峰大战 让人分心不得 否则 他们怕是早就引起了轰动 如何能隐藏至今呢 一者瘦皮附体 手腕脚踝都悬挂金灵 动之如金灵震颤 如韶月天音 月耳动听 另外一女 鹅黄色的衣服 轻薄的面纱 这一切都无法遮盖其曼妙的身姿 以及清澈见底 完美至天度 非人间能有的一对双眸 白衣衣 施灵儿 叔叔 叔叔 你愿意见灵儿了吗 清澈不似人间 当有眼眸闪着闪光 一声称呼 如是跨越了百年 入得耳中 犹如当年一般稚嫩 灵儿环抱着手臂 怀中探出了一只雪白的雕儿 也不知是当年那一只 还是其几代后孙了 眼看着眼前 这个寂寞生 又犯出说不出熟悉感觉的女子 张凡恍惚之间 似是回到少年之时 出生牛犊 经历海上风波 见到一代豪雄气概 邪至宝 护孤女 远顿万里 灵儿 这个天生目盲的小女孩 有对生灵的怜悯 也有一种堪称可怜的懂事 犹记得在那个暴风雨中 犹记得在那暴风雨中飞行 在小岛上暂避的日子 他们接触并不长 随着张凡重返秦州 咒文师兄申允 怒而大开杀戒 又将灵儿 托付给同样天赋 善于沟通灵兽的白依依 此后数百年 唯有近百年前 在北疆荒芜 有过惊鸿一撇一般的一面之缘 今日的张凡 仿佛陷入某种独特的境界之中 每每遇到 昔日种种如流水 躺出记忆溢满了自己的脑海 叔叔 等我长大 那稚嫩中带着无奈 不舍又有哀怨的声音 响起如同昨日 一瞬就是百年 灵儿 你终于长大了 张凡不觉间脱口而出 玄机玩耳 他摇了头 转而凝视 风采挤如当年 不过略带几番风霜的白依依笑道 白姑娘 多年不见 风采依旧 张某心甚喜知 今日寄来 不妨前往东阳风上 与希若一句吧 张凡这番话说完 自有法相宗弟子 引路着白依依向那东阳风走去 直到他留下灵儿 定有用意 白依依也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便随着那弟子远去了 一路风陵 他虽然天生残缺 却心如明镜一般 今日之白依依 非昔日无回谷中 秦州翘楚可以比拟的 然而 这几百年一过 当年犹不如他的张凡 已经站在一个 他连仰视都是奢望的地步 所以 二者 再无交集 一饮一浊 莫非天定啊 张凡摇了摇头 仰望苍天 似有所感 缓缓开口 灵儿 北疆老祖既被镇压 你们又能破除其留下的禁止 从北疆赶到此处 与此时出现在我面前 就证明 你我有师徒之缘 数百年前 你父 以九转乾坤鼎相赠 托我照顾于你 我没有做好 今日 我便收灵儿 你为第五弟子 其实 方才灵儿有一句话说错了 张凡并不是不相认于他们 而是根本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到来 红道天下 讲眼大道 说来简单 但是真做起来 沉浸其中的 却不仅仅是他们那些听道者 这十年间 张凡自身也进入到一个无我的境界 除却元神大道 长生法门之外 所有一切 无论不怀好意的众灵仙 还是那数百万听道者 皆不能在他的心中留下半点的痕迹 昔日 白依依和施灵儿 他们师徒二人 以沟通百寿万灵的天赋 而为北疆老祖所重 所困 为其驾驭妖兽 指挥他那些没有什么灵智可言的童族 有此身份在 白依依和施灵儿 虽然还是阶下囚的身份 地位却也遵仇 恰如当年张凡在北疆所见 灵儿便被那北疆一族以圣女称之 当十年前 北疆老祖被张凡镇压在五指山下之后 张凡也不是不曾想起他们二人 只是那北疆老祖着实小觑不得 也不知他在北疆老巢布下什么手段 竟是一时让张凡的神念也不能寻得这师徒二人 当年张凡以神念破空 急于颠覆北疆一地 除去要逼迫北疆老祖前来与其决战之外 也不乏要寻找这二女的意思 后来他虽然徒劳无功 然而却也不曾就此放过 在镇压北疆老祖之后 他再次以神念跨越九州之地 在北疆处掀起狂雷天劫一般的恐怖风暴 这场风暴亦不再灭杀异族生灵 而是以正大毁灭的雷霆之力 一举将北疆老祖残留在北疆的气息一概抹去 如此手段下来 即便是北疆老祖在北疆还留有什么暗手 怎办的法术禁止 也十庭九庭 白依依和施灵儿定当脱困 岂为不难 至于他们两个人脱困之后 行止如何 就不是张凡所能控制的了 这也正是张凡口中的莫非天定 灵儿要是没有在脱困之后赶赴秦州 听到东皇宫 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今日成为张凡第五弟子的机缘 东皇第五弟子 施灵儿 百万群仙汇聚的那股失落淹没上来 足以让心智再为坚定的人也承受不住 身处其中心 灵儿却恍若不觉 他只是以无神的目光凝视了张凡好一会儿 终于悠悠一声叹息 以施礼再败 说说 灵儿听你的 叔叔嘛 张凡摇了摇头 暗自叹息 随即伸手入秀 在出现时一个卷轴平躺在掌心之上 灵儿 此宝乃万寿图露 是为师采集周天星辰图当中的万妖精气 宁万寿精华于其中 可仗之眼画诸天众灵 太古一种 与真实的万寿群妖 无论智力实力 极无差别 只要灵力不解 眼画出的异寿就不散 灵儿 你可以自由驾驭 说着张凡将万寿图露 平平一推 向着灵儿处飞去 一路所过 数之不清的万寿群妖虚向浮现其上 更是依稀有生生源自太古蛮荒的怒吼 若有若无 震撼着心灵 一时间 百万群仙的目光尽数凝聚在这件宝物上 那种垂涎欲滴 即可从目光中读取 万寿图露 与此前张凡赏赐给朱弟子的宝物不同 不是他曾随身携带使用过的质宝 而是其心尽亲手炼制而成的 单看此宝和灵儿本身的天赋资质之契合 就不难明白 这是张凡早就为灵儿单独所准备的 难道东皇所谓的七大弟子 竟是早就内定了不成 我们还有机会吗 百万群仙当中 不知多少人心生疑问 可偏偏不敢问出口来 只能生生憋在心里 给遇气闷 与他们的渴望和激动相比 灵儿显得极为淡然 平静地将万寿屠露 收在鲜白的小手上 感受着其中气息和本身天赋的共鸣 脸上浮现出一抹既欢喜 又黯然的神色 说不出的复杂 灵儿 谢叔叔赐报 功身下拜 以弟子行拜礼 但是还不曾称呼 哪怕一声师父 道德头来 一声叔叔 带着说不出的坚定和倔强 一声师父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张凡见状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终于移开了目光 本座的第六弟子 他此言一出 不知道多少人 已经把心提到嗓子眼了 恨不得自家的名姓 立刻从张凡的口中蹦出来 恰在此时 一声长啸 数声恭贺 从遥远的天际 远远地传来 恭贺张老弟 收得家徒 当真是可喜可贺呀 张凡的脸上 一抹微笑浮现 却见故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